而电子代工大厂一夜 打野魁文了四年 再度举办实体尾压 这也是董事长叶丽诚 接任董座后首次主持 他表示今年景气稍微回升 而2024也是AI转型元年 也会持续加快海外布局 酷炫表演让台下六千名员工 嗨翻天 除了有实力派唱将 还有神秘嘉宾 历经三年献上尾压 首次回到实体举办 这也是董事长叶丽诚 接任董座后首次现身主持 喊出今年总奖金一定会破亿 一定有更多惊喜 最起码的两个月应该是有 那以一般来讲 就是平均一般的员工 应该有到这个 那当然对于这个 我们更有绩效的员工 那我们的这个幅度 当然是会继续往上增加 营业达累计去年全年营收 5147.45亿 年减5% 不过看今年景气稍稍回 估计营运会有各位数成长 尤其AI伺服器倍数看增 PC布局全面化 车载今年将有快速进展 持续往2027年达到千亿元业绩迈进 期望比较快速可以看到有成果的 应该就是所谓的车载 我想车载是国内我们的这个友商 大家都不断在这个产品上面做一些竞争 资本支出方面各地投资 增加出估4亿美元 配合客户启动海外扩产会再增加 越南捷克墨西哥 以及既有厂区产线升级 而旗下泰国厂新产能 预估今年年底可完工 最快明年第二季启动量产 将以伺服器产线为主 不过同时提到 美中禁令越打越凶 因越达确实有受到影响 基本上我们把当中既定的事实 就是说不把那一部分 那个损失营造成我们就不抗 所以明年来讲 我们看到还是稍微速成长 如果那一部分能够有 其他好的解决方式来讲 那应该会再往上 因应全球局势 因越达打出AI王牌 持续布局 要在今年继续冲刺 东森财经新闻 中午君留意音在台湖道 看盘不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